花少五播出几期了 很明显这季嘉宾都是做过功课的 不过再怎么做功课 在长时间的跟拍之下 还是暴露了自己的一点小脾气 姐姐钟秦岚明显是润滑稽 秦海露比较有气势其领头作用 给的建议很靠谱 心直累就是憋不住的东北大妞 迪丽热巴爱自言自语 有点紧张的知心姐姐 赵昭仪会吹彩虹屁的硬生虫妹妹 这几个在一起没多大问题 主打友谊说一 都不会憋着 比如秦海露直接对王安宇说没那么满意 心直累直接说王安宇并没有重视她的感受 花少五这季主打情绪稳定和真诚 姐姐们基本上有什么都直接说 有一说一步藏着掖着说都可以 都很好这种场面话 对导游有意见就说 对妹妹也是直接教育 特别是心直累 心直累之前还以为是文艺女青年类型 结果走傻大姐马大哈路线 而且非常喜欢比较刺激的项目 比如露营 极限项目 音乐节蹦迪 她生气便是因为音乐节 音乐节活动才没有进去一会儿 王安宇就直接让大家回去 刚上头的心直累明显不开心 一直在问为什么要走 心直累的疑问并没有人回答 其他姐姐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秦海露还以为是音乐节结束了 而被质疑的王安宇脸上明显带着点尴尬 她很局促不安 在车上的每一秒看着都很难熬 心直累在车上说着玩要尽兴 王安宇肯定觉得每一句都在点她 后来心直累也直接说了她就是在不开心 但不是不开心提前走 而是不开心王安宇没有说为什么 从心直累教育赵昭仪就可以看出她很喜欢花哨团 不希望妹妹乱说话 她只是介意王安宇当时无视了她的问题 说来王安宇这个导游当的真的是太累了 感觉她一个小年轻在短短几天内仓老了好几岁 吃力又不讨好 而王安宇又是追求完美的人 一点点问题就会在脑内复盘计挂在心静而内耗 其实很能理解王安宇的心情 就是生怕有一点做不好 把自己认为好的都想给姐姐们 但太多变成了自以为是 王安宇两次出现问题都是因为她的自以为是 第一次姐姐们都累了她还一直让完让 第二次是姐姐们刚开始完没有多久 她觉得姐姐们累了 也没有解释就让姐姐们走 其实王安宇第二次再犯有点惊讶 毕竟之前姐姐们和胡先续就已经说过一次 王安宇没有咨询其他人的意见直接决定的行为了 秦海陆胡先续很委婉说是直男 但本质就是太自我强势 之前有姐姐们劝王安宇放轻松 但在吃饭回去后 王安宇却质问胡先续和姐姐们统一战线而不适合她 因为胡先续看姐姐不想太早出门帮忙说话了 王安宇认为胡先续是在拆台应该先和她说 而胡先续也委屈 不是她不先商量 而是王安宇自己也没有提前跟胡先续说 之前胡先续被网友吐槽过 同样是导游却没有干活都是王安宇在安排 结果不是胡先续不干 是王安宇大包大揽了 说好了一起做 王安宇却自己全做了 结合来看王安宇的性格有太自我强势的部分 有点类似于我要我觉得 自以为对别人好 实则是吃力不讨好 说来有点觉得因为王安宇怪过胡先续插手她的安排 这次音乐节一向有眼力驾的胡先续也没有打圆场说话 谁能想到有一天花少的看点不在姐姐身上而在男生了呢